秦綱消失另有原因 神秘消失的美女主播突然被關注 中共是最大威脅 英國與德國同日發布報告 桑普說歐洲已覺醒 河北高溫已爆馬路陝西樹根無白煙 台灣人偏愛日本旅行而非中國 行家揭露原因 中共外長秦綱罕見地消失超過兩星期 官方解釋是健康原因 但7月14日一條傳聞迅速流傳 指秦綱涉及性醜聞被中共中紀委約談 女方還是知名黨媒主播 北京時間7月15日凌晨 民運人士謝萬鈞發布推文說 在中共外交部的網站上 秦綱的名字和照片已被刪除 網友敢談話 看來秦綱真是被拿下了 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在推特發帖透露 今天國內自媒體都是外交部長秦綱的八卦 說秦綱出事了 25日被中紀委找去談話 主要是和一個女的生了小孩的事 那個女的之前有另外的事被捕 說出了和秦綱的事 很多人估計秦綱最少不備用 從高瑜轉發的貼圖看 原來攝入秦綱醜聞的 是鳳凰衛視主持人傅曉田 她主持的風雲對話節目 近十年內曾經和包括機身格在內各國政要對話 去年3月曾經採訪秦綱 但從今年5月開始 外界注意到 風雲對話換了主持人 傅曉田的微博亦停留在4月 之後再沒有更新 在最後的一條微博中 傅曉田發布在洛杉磯機場的照片 但卻沒有透露目的地 只是說這次要飛往前方 而且和以前不同的是 這次有了兒子 她附上一張坐在機艙 懷抱著兒子的照片 在莫全現年57歲的秦綱 和40歲的傅曉田生兒子的消息之後 網民火速起底 發現不少蛛絲馬跡 例如 傅曉田在微博始終拒絕回應 兒子的父親是誰 但明確表示是中國人 在今年3月中共全國兩會上 秦綱作為新任外長亮相 兩會閉幕前一天 傅曉田發了兒子的照片 並賦民順利閉幕 部分網民認為 中共官員包養情婦已經非常普遍 因為這種問題出事 可能性很低 前常委將高麗製造出國際醜聞 也安然無恙 但不排除秦綱捲入中共高層權鬥 最近中共軍隊內部風波不斷 先是海軍司令部前宗教參謀姚誠爆料說 火箭軍現任司令李玉超 因留學美國的兒子涉嫌出迷情報 現在已經被帶走調查 徐後新投學報道稱 在6日火箭軍副司令吳國華疑似致盡 官方卻說他是腦出血撤死 還有內部消息指 多個火箭軍的高層將領將被帶走調查 在13日明報一篇評論文章再引述消息指 火箭軍爆發貪腐案 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 張震忠和火箭軍副司令劉光斌 也被牽涉其中 就連戰略支援部隊也被牽連 司令據乾燥被調查 還有說法指 事件和中共間諜氣球風波有關 這些消息雖然沒有獲得中共官方證實 但短時間內出現如此多不正常信號 而且涉及外交、軍事不同領域 令外界猜測 中國內一波大規模權鬥已經開始 在14日 荷蘭領先的晶片製造設備供應商 阿斯麥控股公司ASML 將會面臨更多新的限制 政府可能會在未來宣布 企業和中國客戶合作的空間會再度減少 相關事態可能意味著 由華盛頓主導的針對中共的技術衝突進一步升級 彭博社知情人士稱 荷蘭出口管制規則將進一步嚴密化 禁止阿斯麥在未經政府批准的情況下 為中共的受控設備 特定受到制裁的設備進行維護 修理和提供備件 這些限制和政府6月份發布的新規定有關 該規定禁止阿斯麥從9月份開始 在沒有許可證的情況下 向中國運送浸入適深紫外光刻機產品 這是企業能夠生產的能力第二強的光刻機 相關禁令意味著中共政府發展晶片能力的空間進一步減少 阿斯麥公司在製造先進晶片的光刻機領域 擁有90%的市場份額 企業的收入佔據了全球晶片收入的5% 按照市場分析人士的說話 阿斯麥幾乎等同於 未來技術的全球許可證 業家認為 新的禁令將對中共的未來技術發展非常不利 阿斯麥公司此前表示 國際的行業仍具有強勁的增長前景 企業並未評論禁令可能造成的影響 下面是希望資深記者非真的創方報導 英國國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13日發布中國報告 內容指出 中共國家情報機構無止境 而且積極地針對英國行動 對英國的經濟、政治、民用基礎設施和學術界 進行全國性攻擊 報告還直言 中共有野心成為讓其他國家依賴的 全球科技和經濟強權 這樣對英國構成最大風險 資深時事評論員桑普律師對希望之聲表示 英國情報委員會這份報告 對於中共的本質有很清晰的認識 歐洲已經覺醒 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力量去抗衡中共 桑普提到 俄烏戰爭令全球自由國家 將矛頭指向俄羅斯 也有求於中共 求中共不要援助俄羅斯 求中共不要打台灣 求中共不要當快樂第三人 結果造成中共繼續坐大 桑普表示 結果你面對門前的一個較小的威脅 但是卻忽略了一個在這個較小威脅背後 一個更大的威脅 最大的威脅 所以這個報告告告告知全世界 中共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國家安全威脅 不要讓俄烏戰爭蒙蔽了自己的頭腦 全球能夠一致地對抗這個最邪惡的中共政權 我覺得這個報告有這樣的目的 德國聯邦內閣13日也通過了首份的中國戰略 內容不僅強調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還支持台灣參與國際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更呼籲歐洲團結 對抗中共的貿易協兵 桑普認為 德國在歐盟20多個國家中有很大的影響力 而這些國家又和中共關係非常密切 例如匈牙利等等 所以如何形成一個統一的戰略 是非常具有高度挑戰性 桑普還補充說 這兩個不同的英國和德國一前一後 差不多同時期這樣 發布報告的說法是告知大家 全球去壓制圍堵中共 雖然布林肯說 美國沒有任何的意願去壓制圍堵中共 但是你看下大家對於中共國的那個打壓 那基本上不能守遠 桑普認為這兩個國家的報告 代表一個可喜的現象是 歐洲其實有很多有色之事已經覺醒 不像川普時代 只有美國在這單打獨鬥 歐洲現在也正在努力跟進 不再被俄烏戰爭蒙蔽了眼睛 都看清中共想要征服全世界的戰略野心 他希望這一股力量能夠成為歐美國各方面的主流 以及主導這些國家政策的力量 落實到具體行動中 這樣才是自由民主世界的福音 連日來中國氣象部門連續發布 多個城市的高溫預警 河北一處鄉間水泥路面竟然熱爆 陝西大樹的樹根都被曬到無白煙 中國氣象部門7月13號6點鐘 繼續發布高溫黃色預警 預計7月13號日間 河南南部、安徽、江蘇南部、上海、湖北 湖南、江西、浙江、福建 四川東部、重慶大部、貴州東部和南部 廣西大部、廣東大部、海南島 新疆南疆盤地東部和北疆西部等地 有攝氏35至36度高溫天氣 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大部、江西大部、浙江大部 上海西部、福建大部、重慶中西部 新疆南疆盤地東部等地的部分地區 最高氣溫攝氏37至39度 局部地區可達攝氏40度以上 持續高溫引發一些異常情況 近日中國網絡流傳一段路口監視器影片 顯示河北某鄉村水泥道路突然一聲巨響 路面突然凸起來裂開成數個水泥塊 還揚起大量煙塵如末日電影 事發時一輛三輪車正準備從此處經過 騎車大爺聽到句響隨即猛按殺車 同時扭轉車頭就在爆炸路段前停下 不少網友猜測是天氣太熱曬炸了 有人直呼 差點就讓城悲劇大爺福大命大 如果這條路遲幾秒爆就炸到大爺身上了 太熱了超出設計能夠考慮的極限 此外 抖音以傳影片顯示 在11號 陝西西安街頭的一棵樹 亦疑似被熱到樹根霧白煙 民眾急叫消防灑水降溫 有網友嘲諷說 樹精剛要延伸就被衝回去了 台媒三立新聞14號報導 相比中國 台灣人更喜歡去語言不通的日本旅行 近日就有網友討論 同樣是廣中文 為何台灣人不喜歡去中國遊玩 結果就有今年先後去過日本和中國的台灣網友 揭露了其中緣由 這位台灣網友一舉列出了去中國遊玩的4個致命缺點 首先就是食物難食 他表示 自己熱愛海鮮 但中國的料理方式幾乎都是同樣的套路 蒜頭、辣椒、油爆炒 雖然照片看起來很好吃 但吃了好幾間 發現都失去了食物本身的美味 其次就是人民缺乏功德深 台灣網友解釋 他今年去中國有乘坐高鐵 雖然他已經去過多個落後國家 但很難想像 在中國的高鐵上 有人會吐痰 甚至會吐到別人的鞋上面 搭的士 發現司機根本不禮讓行人 轉彎也不會打方向燈 就連公共運輸 上下車也是能逼的就一定逼 那令他感覺非常不舒服 再有就是 因為中國不能使用Google Map 和Apple Pay等系統 完全是自成體系的國度 那令外國旅客特別不方便 這名台灣網友感嘆 幾乎任何APP下載註冊 都要選信驗證才能使用 甚至有些地方 連買個車票都要選信驗證 那導致沒有當地電話卡的外國遊客 穿布難行 最後一點 也是最關鍵的致命箱 那就是無聊 台灣網友透露 中國的景點大多無聊無特色 儘管很多觀光地的外表 都搞得漂漂亮亮 但是給人的感覺就是噱頭 他直言 實際入去框就一個心得無聊 人工苦作感很重 而且無底穩 景點都是被創造出來的感覺 相比日本或東南亞國家 這名台灣網友覺得 無論發達或落後 都會令人感覺很有特色 令人想要深入了解 但中國卻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一個月的報道 我們看到有一個頂向 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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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